第15题 如附图所示将刻度尺支撑在支架的支点上 使其可让支点转动 在刻度尺100公分处悬一气球 同时在刻度尺40公分处挂100克的砝码 刻度尺恰可保持静止平衡 若不计刻度尺与气球重量 则下列合者完全正确 这是一个净力平衡的题目 净力平衡的条件是合力等于0 合力矩等于0 算力矩需要支点 支点是转动时不动的内点 净力平衡大家都不动 所以大家都可以当支点 老师说我习惯上找 不需要算的地方当作支点 所以这里100克做的地方不用算 所以这里当支点 那我们假设这个支架的支撑力有个x 气球有一个浮力呢是f 那老师说他答案里面 我们的支撑力可能向上向下 那你怎么假设他向上呢 没有关系 我们就假设他向上 那我们列式列正确 计算是计算正确的话 如果他是向下的 他会变成负号 所以呢你不需要先去管 他是向上还向下 你就是假设好 然后呢带正确 然后去算 然后他会自动来调整 他应该是向上还向下 那因为我们要合力等于0 所以向上力x加f呢要等于100 那因为要合力矩等于0 所以要施力币 乘以施力等于抗力币乘以抗力 要力币要乘以力 那么这个这边呢距离的是40公分 那么这个是一公尺 所以这边有60公分 那所以适时中力矩要等于逆时中力矩 适时中力矩要等于逆时中力矩 所以呢我们的40乘以x呢要等于60乘以f 所以x就等于40分之60f就等于2分之3f 那么要加起来等于100 所以2分之3f加f要等于100 所以2分之5f要等于100 所以5f就等于200 所以f就会等于40 然后再带回来 那么x是2分之3f 所以2分之3乘以40 所以答案就会变成60 所以我就知道浮力是60 浮力是60 然后呢 我们的那个支撑力 浮力是40 然后支撑力呢是60 然后呢是相向是向上 我的假设没有错误 所以呢我们就知道呢答案是A 所以呢第15提问我们说 则下列何者完全正确 我们答案呢选择是A 气球浮力40克重 然后支点的支撑力呢是60克重向上 差不多10分之3 下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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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屏